大家好,华语有加错,我是树根秀木 今天我们来聊一位香港的地下皇帝 当时的香港九龙城寨,可谓黄赌毒死遍地开花 而只有他一个人最终能够在此呈霸一方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电影《欧记三合会档案》 话说为了打击由三合会幕后操控的各种犯罪行为 这一天香港的欧记请来了一位黑社会专家郝哥 他乃是前三合会的成员,这次是专程来为警员们来做讲座 年轻的警察们全都踊跃地提问,而郝哥也风趣地一一回答 接着这讲座的气氛原本是十分融洽 忽然一位警员问道,当年的九龙城寨是否就是三合会的总部 听到这个地名,他不禁就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话说1959年,郝哥那时候还不是郝哥 只是初出茅无的阿豪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他和好友阿乐一起进入了九龙城寨 这城寨当中,鱼龙混杂,却又热闹心情 两人全都未知,甚至吸引 而在他们进来的收债人文书更是介绍 这九龙城寨来是满清政府和英国政治斗争之间的产物 复杂的局势之下,这里已经慢慢的成为三不管地带 不过这里倒是在地下事宜的把控之下,维持着一种奇妙的秩序 有几人进来在隔壁桌落座,为首的乃是一个满脸横容的男人 文书介绍,此人便是城寨当中最大的恶霸,几个 这次的鸡哥终于不再是有名无始的大哥了 而是整日名副其实,欺男霸女的第一恶人 大家全都不敢招惹他 不过他倒是害怕一个人,那就是自己的小姨子,大胆英 这个上海女人精名泼辣,就在鸡哥的赌场坐着河冠 既然提到赌场,三人索性便前去玩了几把 而恰巧,他们碰上的河冠正是那位小姨子,阿英 阿豪此时却是见色起义,和其眉来眼去 而对方虽然面上是波澜不惊,却也故意坐下手脚 让着阿豪迎前,在美色和贪欲的刺激之下 阿豪在堵桌边,彻底站定 任凭阿乐怎么劝说,就是不愿意离开 说话之间,鸡哥带人闯了进来,二话不说便带人砍掉了一个老前的手 而阿英也试试用暗语警告对方,赶紧离开 取心的场面之下,阿豪总算恢复了些许冷静,和同伴一起离开 不过在这之后,两人彻底就沉沦在九龙城寨的诱惑之下 开始了梦想在这里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没有背景的两人,只能先从底层开始 阿乐相对扎实,想在餐厅打工 而阿豪则靠着坑蒙拐骗,赚些块钱 当然,除了为事业打拼,两个年轻男子的情感也在隐隐地躁动 阿乐对一位叫菲菲的女孩一见钟情 总是来餐厅蹲点,却一直不敢上前打扇 见兄弟犹豫不前,阿豪则直接干脆送上助攻 主动上前帮她打扇 菲菲傲娇地表示,想约自己就要送一张唱片 此时,深陷情谋的阿乐,还真的就费了大半天功夫搞到了那张唱片 特意来到家人楼下,献上殷勤 不过还未等到家人,却等来了一种打手 正是先前被阿豪所坑骗的独马庄家 见来者不善,阿乐直接就拉起了在远处等她的阿豪赶紧逃跑 然而毕竟是寡不敌众,两人还是被堵在了巷子里 虽然说阿豪是侥幸爬墙逃走 而阿乐却最终不行被抓 为了研究兄弟,阿豪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鸡哥 可是他也只是一届无名小卒,刚到门口就被保镖挡了回去 无奈之下,他只好来到赌场求助阿英 请他帮忙向鸡哥求助 他的这一步棋的确没有下错 面冷心了的阿英真的帮他带来了救兵 救回阿乐之后,两人也开始思考未来的局势 在这场风波当中,阿豪是真真切切见识到了鸡哥的势力 他想要加入帮派,跟着鸡哥混出些群名堂 而阿乐则觉得,比起打打杀杀的生活,自己还是想要有一个伟名的营生 他准备去报考警校做一名警察 就这样,两人走上了其他人不同的道路 然而,阿乐的警察生涯却并非一帆风水 在那个年代,警察并不是什么正义的代名词 更像是合法的黑社会 他们更是收受贿赂和保护费,借此压榨市民 可阿乐毕竟为人耿直正义,不愿意做这些握手的事情 他的正直也让他和其他人格格不入 而阿豪则在加入帮派过后,混得更为风生水起 更是俘获了阿英的芳心 在事业爱情双丰收之下,令女恋虽然是腼腆害羞 但阿乐也并没有放弃过对菲菲的追求 可她却并不知道,在东森大事上,菲菲其实早已经是神不由己 她的母亲是个靠着金主过日子的老宝,如今年老色衰 于是就打起了自己女儿的主意 菲菲竟然早就已经被她卖给了吉哥 这一天她带吉哥回家见女儿,可见对方面目凶恶,屈指粗俗 菲菲断然是无法接受,直接扭头便跑了出去 然而没走多远,便又碰到了阿豪 对方拿出了一份礼物,正是阿乐当时未能送出的那张照片 她代为转达了阿乐的心意,还请菲菲明晚来派对游玩 在阿豪的助攻之下,阿乐总算是如愿遇到了菲菲 这一路上,阿乐更是激动不已 然而菲菲对这个木讷寡言的男人,并没有半点好感 两人就这样尴尬的来到了派对 在这里的气氛之下,菲菲很快兴奋起来 更是和阿豪跳起舞来 两人亲密的举动都落在了一旁阿英的眼中 她心中不是滋味,此时自己的姐妹健壮便偷偷把灯关上 想让妹妹趁黑抢回自己的男人 可是这片黑暗反倒给了阿豪和菲菲机会 在逆反心理的作用之下,菲菲和阿豪完成了自己的锻炼初体验 而阿英和阿乐就这一切也都看在了眼里 不过他们全都选择了因人不发 不久之后,菲菲被母亲送到了菲哥家里 菲哥非常的迷信 她坚信从未有过锻炼经验的女选手可以为自己转运 这也是自己买下菲菲最重要的原因 两人发生关系过后,发现菲菲并不是第一次的菲哥 不然大怒,对着母女二人大大出手 眼看母亲就要被折磨至此 菲菲在情急之下,撒谎声称自己是被人强暴 更是一时撒谎称那个人就是阿乐 这菲哥当即把阿乐绑来言行拷打 虽然说自身难保,但阿乐还是一直要求菲哥能放过菲菲 更是阻止她说出真相 另一边知道出世的阿豪终于赶来,她用生命为兄弟担保 还吞下了一块热炭,这才算是暂时停止了这场风波 而菲菲也在阿豪的安排之下,顺势就嫁给了阿乐 然而她对阿乐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 她内心真正喜欢的仍然是阿豪 在这样一桩由不得此的婚姻当中,菲菲是心如死灰 而自己的母亲对此也并不是很满意 她认为,阿乐过于忠厚,不懂得贪污受贿,一个月只靠那点微博的工资 又怎么能够养活自己母女二人 于是阿豪索性提议,以后由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补贴他们的家用 然而这件事情却深深刺痛了阿乐的自尊心 她下进决心,一定要证明自己也有能够养活家庭的能力 从此之后,那个政治的阿乐便变了 她也开始和黑警们同流合污,收出贿赂 为了能够更快的敛财,更是在沙斩大币的推举之下 她搭上了臭名昭露的黑警谭刚,成为了便衣探员 这是个更好捞钱的职位 而为了招这个职位,阿乐觉得自己仿佛一条狗一般 对着谭刚等人摇尾起脸 然而此时的她,除了金钱和权力,其他的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不久之后,阿英的姐姐去世 姬哥便将这小姨子托付给了阿豪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阿豪自然也乐的和阿英结婚 但是婚礼上,菲菲是闷闷不乐,喝了许多的酒 阿乐本想前来搀扶,也被她给赶走 接着她又碰到阿豪 然而对方却丝毫没了往日的情分 只是警告她,作为自己的大嫂一定要有自觉 碰了个钉子的菲菲更加郁闷 她跌跌撞撞的在腹底当中走动 正好就碰上了罪恶机格 对方图谋不轨,竟然想要借此强暴她 扭打之间,阿乐和阿豪夫妻全都听见响动 跟着跑了出来,为了能够救下菲菲,二人抬起菲哥 来了一个司马光砸钢 至此,菲哥终于一名呜呼 而为了保护丈夫,阿英更是让他们速速将这菲哥掩埋 更对外宣称,菲哥已经失踪 好在,诺大的九龙城寨并没有人会真正的在意菲哥的小事 大家只想尽快有一个人出来主持局面 而此时的阿豪竟然是最佳人选 但他自己也深知,他自己都是凭着阿英上位,自力上浅 如果没有人能够辅佐,那很难站稳脚跟 于是他掏钱为阿乐买了一个探装职位 就这样,兄弟二人黑白勾结,开着了九龙城寨大战手脚 在阿乐上任过后,就直接踢掉了之前提拔自己的沙斩大逼 该提拔了一个机灵的年轻人,猪油仔作为小弟 他更对阿豪提出,此时可是一个好时机,他们可以趁机建立属于自己的地下王国 于是二人又约了四大家族和谭刚来九龙城寨谈判 然而这谭刚显然是先下手为强,提前垄落了四大家族的人心 众人对着阿豪都颇为不服,谈判就此以不欢而散 新人城寨的阿豪则直接选择在这城寨当中解决掉了四大家族的带头人 此后他用霹雳手段吸取铲除异体,这一天就在阿豪逞凶之时 猪油仔却带人找到了他,以故意伤害罪为由进行拘捕 等到阿豪跟着他回到局里,那里等着的竟然是谭刚 原来这猪油仔正是谭刚安插在阿乐身边的小弟 他对阿豪言行好打试图能够让他屈服 谁想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快门声 正是阿乐带着记者赶到,而猪油仔也当场反水 举报谭刚,行军逼供,原来他也来是一个双面间谍 由于这种逼供丑闻,谭刚最终被调职 从此这九龙城寨,就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阿乐与阿豪两兄弟 阿乐更是在辖区创建了破天荒的收黑钱新规矩 一时之间,黄祖祖产业全都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期 他们更是度过了呼风唤雨的十年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72年,彼氏连任公署成立 胡适单单的要对黑恶势力进行清算 这可让阿乐兄弟偷偷无疑 而另一边,虽然说阿乐的势力是越来越大 可是菲菲对他却依然是毫无感情 更是背着他和猪油仔勾搭成奸 这天,两人偷情之时正好被阿豪捉肩栽闯 阿豪为了兄弟气费难平 可是菲菲却哭喊的,表示都是阿豪害了自己 明知道自己对他的感情,却还强迫他嫁给了别的男人 口不自然的菲菲更是说出了阿乐的秘密 虽然当年被极客拷打时,阿乐无幸受伤,从此锻炼的工具便再也难以使用 结婚多年以来,菲菲一致都在手上火挂 而这也正是阿乐心中最为刺痛的一道伤疤 如今看着妻子出轨,自己的秘密也被揭穿 但是阿乐却并没有暴露,反而是让阿豪放过了猪油仔 那个时候,愧疚的阿豪只能听懂他的安排 并让猪油仔赶紧滚出香港 然而,虽然被饶过了一命,但是猪油仔却并不甘心 他竟然向连任公署举报了阿乐兄弟 想要做一名污点证人来保护自己 而另一边,不明真相的菲菲误以为猪油仔要逃离香港 特意来给他送些私房钱作为盘缠 而猪油仔却得意加量的,把自己举报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他 菲菲一听,当即就气愤的直骂他,不该如此的加害阿豪,让人就此切了争执 在扭打当中,猪油仔竟然失手打死了菲菲 见自己床下大祸,他当即扔下尸体,自己去找连任公署寻求保护 不久,来找人的阿乐,看到了菲菲的尸体,他当即也就知道了凶手是谁 他和阿豪用计将着猪油仔从安全屋给引了出来 随即将他绑到了九龙城寨当中 面对菲菲的一向,猪油仔自知大难临头,却还想做那垂死的挣扎 就在他即将被处决之际,窗外详细强声 警察们冲进城寨,他们依然被包围了 接到警察赶来,猪油仔得意的大笑 而阿豪此事只是让阿乐赶紧干掉仇人,为菲菲报仇 可谁知,沉默半小之后,阿乐抬手一枪却打中了阿豪的腿 更是单单的说道,害死菲菲的并不是他,而是你 这笔账我们现在来清算一下,而阿豪接着在地上 听着兄弟的质问,苦笑的闭上了眼睛 在一声枪响过后,一个身着黑衫的人 挟持着猪油仔走了下来 楼下待命的警察们如影大敌,纷纷开枪射净 两人伸中竖枪一起倒下,而身穿黑衫之人却是阿乐 原来他把兄弟的衣服换了过来,牺牲了自己 也算是为阿豪换取了生的可能 而阿豪的故事至此终于讲完,经书里一片寂静 他自顾自的说道,义气从来都不是靠说 而且要看你怎么去做 自己并不知道阿乐到底有没有把他当做兄弟 但他却是自己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兄弟 说完,他便站起身一拳一拐的向外走去 一个警员追问道,那阿英呢? 阿豪笑了,回答道,他还活着 是的,阿英依然在家中等待着他回去 这欧际三合会导漫是满满的王精风格 电影的故事线显然经不起实际历史的推敲 各个人物和剧情也能看得出是多部电影的影子 结合九龙城山的背景 本来看出这又是对博浩和吕乐 两人故事的又一次改变演绎 这两位昔日香港的罪人 如今却成了港片里卖作的一大元素 每过几年就被抬出来改变一次电影 这估计也算是两人为香港电影做贡献了 然而这大概是改缘作品里兄弟俩最惨的一次 又是妻子偷情又是手下猪油仔的背叛 兄弟情义二字 早已决彻底的被贪婪拒绝殆尽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欣赏这部作品 去走进它所发生的那个救能城 那个神秘的城寨 对于外人来讲 这里是一个阴冷黑暗的魔窟 而对于像阿乐阿豪这样一穷二白的年轻人来讲 这里却是一个散发着致命诱惑的乐园 还没有编辑和规则 让人尽情的野蛮生长 野心家们在这里肆意挥洒着活力 想要开疆拓土 从他们的野生当中 你能读到最应当被唾弃的丑恶和贪婪 也能读到最值得被歌颂的顽强 吴振宇和刘青云将这种矛盾演绎的淋漓尽致 如今的九龙城寨早已被拆除成了一座公园 现在社会再也容不下这样一个混乱的地下世界 而还好还有电影的镜头 帮我们记录下了那个飘飘的年代 和那些复杂的人性 我是书林宿木 感谢您学的与我一起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我们下期再会